新月的姥姥今年六十多岁了 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谁这样 更何况是自己的外孙女呢 她看在眼里是疼在心上 在多处看病没有结果的情况之下 新月的姥姥居然相信了寸里老辈人 荒唐的迷信的说法 他们认定自己的外孙女是撞邪了 或者是沾染上了不干净的东西 于是呢 从小新月十一岁开始 姥姥就带上她四处求神访先 磕头上香的治病 几个月之后 小新月又变了眼 折腾了几个月 这种迷信的做法并没有能够治好小新月 反倒是让新月的状态越来越难控制 她有时候不穿衣服到处跑 有时候把家里的东西塞进灶坑里烧 有时候不光自残还打骂别人 小新月的身边根本离不开人 孙家人不知道小新月什么时候会闯出什么祸来 一家人带着小新月看了三年多的病 最终也没看明白到底是什么病 有的医院说新月是精神分裂 一家人就当精神分裂给新月吃药打针 但是仍然没有什么好转 家里的钱都花光了 借的钱还没还上 新月的姥姥姥爷省吃俭用 攒了这么一辆三轮车 让孙燕丽趁着青黄不接的时候 在村子里边卖几个月菜 给新月补充一下营养吧 农忙的时候 新月的姥姥姥爷要去地里干农活 所以妈妈孙燕丽 就要带着女儿小新月一起去卖菜 村民们都看着娘俩可怜 大家需要青菜的时候 也都找孙燕丽买 但是多数的村民还是不敢靠近 离新月远远的 大家都拿她当个怪人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小新月就会有一些反常的举动啊 我看着好像好害怕啊 抛头发 不正常啊 骂人 她我也不敢去 有鬼上我这来了 往随缸里边沙东里弄 又哭又好啊 头发好像是自己脚 脚完了说屋子里有鬼 我问她头发咋整呢 她皮质还长出来了呢 她一进屋那屋好像有鬼屋 就我头发下去了 看着小新月娘俩远去的背影 村民们都惋惜着 叹着气 一个女人房屋一间 地屋一笼 带着这么一个孩子 家里还有两位60多岁的老人 他们的日子该怎么熬呢 但是采访至此 我们一直没有见到小新月的父亲 母亲孙艳丽也几乎只字不提 难道小新月的反常和父亲 有什么关联吗 母亲孙艳丽每天卖菜 能赚到二三十块钱 她就用这些钱 给女儿买水果罐头 买营养品 在她看来 即便女儿得的是什么病 不能确诊也一直都治不好 但是她想让女儿吃点好的 五元钱一瓶的罐头 孙艳丽几口就吃光了 这个时候 她的心情也会好一些 你说这不是小孩告诉小孩吗 那谁告诉谁啊 你应该是 这还是挺好玩的 行那还给小孩呀 这有啥呀 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那小孩 所以你别招了什么 那这谁应该是啊 我想我有个认识 长好看了呢 应该是 我们看着我哥是吧 你看到吗 现在孩子连自己都给人家 在以前没得病钱 照着手牌 那是十几岁那年照的 孩子和家前不吃不碎 啥也不吃 因为要是他们来求那天 我家哥家有鸡 把他老子那孩子要走 孩子回回来 啥也不一定 把他老子给孩子杀个鸡 把他吃那一个鸡 吃俩大腿那天就走 那一次进程治病 是三年来最见效的一次 一家人看到了些许希望 但是从医院回到家 却不像治疗的时候 那么管用 妈呀 这药病还吃的方式 你看咱孩现在 原来咱孩多好 现在吃完这药 还发生太胖了 现在这 孩子吃坏了 这边吃了 吃的药都把孩子骨头吃醋了 虽然谁也不知道 停了药之后 小星月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是如今这孩子是见什么吃什么 不仅家里负担不起 而且看孩子这么发展下去 家里人都怕他更加严重 如今 小星月已经长得又高又壮 一旦再犯病 一家人都很难将他控制住 更别提把他绑起来 进入松江村 王家屯的时候 已近傍晚 村民们大都已经吃过晚饭 聚在一起闲聊着 听村民们说 我们打听的那个女孩 是村民孙艳丽的女儿 叫孙新月 他家的情况在村子里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究竟为什么要把孩子绑起来养在家里 有没有人能真正的说清楚 大姐我问一下 就是村是不是有一个小孩 总被他家长绑起来 是是 真有这么回事 真有什么回事打人 那小孩打人 你从他头部脚的根本就脚头部 从脚的脸跟针自己弯 他现在在哪住 他妈家住 他妈妈家在哪 隔八根 我这怎么走 就隔锦头你就照他骂手吧 谁家房铺就是他们家 新闻还倒走八根先 房盖都没有了 隔上部蒙的 行 谢谢你啊 你就送他家守过哪个 破奶是他们家 好好好 谢谢 听村民们这么说 孙家用绳子绑孩子的事情 大家真的都不陌生 而从村民们的直言片语中 能够了解到 有的人说是孩子打人 孙家采取绳绑的措施控制孩子 也有的村民说 是家长虐待孩子 那么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按照村民指引的方向 我们在村东头找到了一间破旧的泥草房 房顶用防水的布盖着 还用一张破鱼网照了一下 仿佛怕这简易的房盖被风刮走 正当我们要问明情况的时候 却被屋里传来的喊叫声打断了 这里的确就是村民们所说的孙家 躺在炕上的女孩就是孙新月 一家人围在左右 要帮她洗头吧 她却喊叫着不让 而且一拳重似一拳的 落在母亲的身上 手臂 孙新月的姥姥告诉我们 新月今年14岁 从外表上看 新月除了个头长相 超出同龄孩子很多外 与其他的孩子没有太多的区别 此时 她就像是发脾气的孩子 躺在炕上又喊又闹 这也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而且与村民们反映的家长 用绳子捆绑孩子的事情 没有任何关联呢 正在我们疑惑的时候 让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正说话间 新月的姥姥顺手从厨房里 拿来根手指粗的绳子 看着熟练的动作 和绳子存放的位置 可以想想 这是一件经常发生的事情 难道说 用绳子捆绑孩子的事是真的 而捆绑的原因 难道就是孩子不洗头发 在我们看来 新月并没有什么问题 她就像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 撒娇任性 新月的妈妈告诉我们 这种情景近三年多来 在他们家经常发生 如今新月十四岁了 已经辍学在家近三年了 新月这种状态 身边根本离不开人 而全家人谁也说不明白 新月到底是怎么变成了这样 难道是蓝尾炎手术 造成新月的脾气反复无常吗 难道是平日里孩子被惯坏了 面对小新月这种疯癫的状态 孙家人打骂过几次以后 新月的行为更加的变本加厉了 新月的姥姥 今年六十多岁了 活了大半辈子 也没见过谁这样 更何况是自己的外孙女呢 她看在眼里是疼在心上 在多处看病没有结果的情况之下 新月的姥姥居然相信了寸里老辈人 荒唐的迷信的说法 他们认定自己的外孙女是撞邪了 或者是沾染上了不干净的东西 于是呢 从小新月十一岁开始 姥姥就带上她四处求神访先 磕头上香的治病 几个月之后 小新月又变了眼 折腾了几个月 这种迷信的做法并没有能够治好小新月 反倒是让新月的状态越来越难控制 她有时候不穿衣服到处跑 有时候把家里的东西塞进灶坑里烧 有时候不光自残还打骂别人 小新月的身边根本离不开人 孙家人不知道小新月什么时候 会闯出什么祸来 一家人带着小新月看了三年多的病 最终也没看明白到底是什么病 有的医院说新月是精神分裂 一家人就当精神分裂 给新月吃药打针 但是仍然没有什么好转 家里的钱都花光了 借的钱还没还上 新月的姥姥姥爷省吃俭用 攒了这么一辆三轮车 让孙燕丽趁着青黄不接的时候 在村子里边卖几个月菜 给新月补充一下营养吧 农忙的时候 新月的姥姥姥爷要去地里干农活 所以妈妈孙燕丽 就要带着女儿小新月一起去卖菜 村民们都看着娘俩可怜 大家需要青菜的时候也都找孙燕丽买 但是多数的村民还是不敢靠近 离新月远远的 大家都拿她当个怪人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小新月就会有一些反常的举动啊 我看了好像好害怕啊 抛头发 不正常啊 骂人 发鬼不敢去 有鬼上我这来了 我死了那个隧岗里边 啥都能弄 又哭又嚎啊 头发好像是自己脚 脚完了说屋子里有鬼 我问她头发咋整呢 那皮子还长出来了呢 她一进那屋 那屋好像有鬼屋 就我头发下去了 看着小新月娘俩远去的背影 村民们都惋惜着 叹着气 一个女人房屋一间 地屋一笼 带着这么一个孩子 家里还有两位60多岁的老人 他们的日子该怎么熬呢 但是采访至此 我们一直没有见到 小新月的父亲 母亲孙艳丽 也几乎只字不提 难道小新月的反常 和父亲有什么关联吗 我说就现在就是要我的命 就要我的肾生完的 换了这孩子好 我都干 要我的命给孩子换 关键孩子现在 白瞎子小生命了 孩子这辈子算完了吗 父亲这些年 他不来看孩子 往娘俩的第一个他们 这些年 就请 我都换了 离婚的时候自己除了女儿什么也没有得到 法院的调解书当中清楚的写着 新月的父亲王永军每年要付600块钱的抚养费 但是孙艳丽却一直没有收到 如今孙艳丽虽然已经改嫁 但是现在的丈夫她的条件并不好 没有房子还常年在外打工 所以孙艳丽一直带着孩子跟父母挤在这间泥草房里 前些年孩子没病的时候 孙艳丽并没有在意抚养费的事情 如今娘俩的生活是举步维艰 她决定得去找找前夫给孩子要回那些生活费 那孙艳丽说的这一切会是真的吗 听乡亲们说前夫王永军今年没有外出打工 而是在距离松江村不远处的一个专厂干活 孙艳丽想去碰碰运气 几经辗转我们进入专厂 并找到了孙艳丽的前夫王永军 看还有病这孩子治病这些年抚养费呗 年的病啥给了就仅仅给一年了 第一个呢 前年不都给 前年哪给啊 你这些年你都没在家了 年年打工去啊 我们的家乡都给 谁给的 谁给的 你没家乡谁给的啊 谁给的啊 老妹都给的 你老妹是给孩子拿点钱钱看病钱的 你很老妹 一见面 小新月的父亲王永军就拾口否认了 拖欠抚养费的事情 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在我们的劝说之下 王永军同意找个安静的地方 和孙艳丽谈一谈 当然要说600块钱抚养费的话 就是说我得冲我自己的良心 说那是我自己抚养 你有良心吗 只剩我给了 你良心都黑一点 你良心都黑 你怎么没长心呢 我说的话一点一点 我没有一点 照旧我付完花你来找你了 我说的话我一点一点都不带黑 我妹回来想我老妹的钱 你说是她给看病的 她跟我说是给孩子付完费钱 你们有大哥我给你垫着 她这么说的 我也没什么办法 我要有钱我也不能说出孩子 我不能说不给 可以说回我村子可以吊吊 明天我请天假 明天你请天假 明天你能不能走 我不能走 我不能走 你可以上阳子吊吊 还有书记 还有村长 小新月的父亲一口咬定 这么多年来都按时付过抚养费了 而且话里话外还埋怨着孙严丽 为什么离婚的时候孩子好好的 而如今却是这个样子呢 王勇军怀疑孙严丽 因为当年离婚耿耿于怀而虐待孩子 而孙严丽更是满腹委屈 这么多年来 抚养费仅收到过600元 而且自己的土地还在王勇军的名下 这么多年过去了 事情究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 究竟是谁在以孩子的名义说谎呢 父亲王勇军明天是否会出现 又能否拿出关于付过抚养费 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证据呢 休息一下 我接着给您说 欢迎回来继续都市传奇 刚才我给您说的 哈尔滨市木兰县松江村的女孩孙新月 不知道究竟得了什么病 时而打人骂人 时而自残烧东西 而且不穿衣服到处跑 而孩子的亲生母亲孙严丽 也说不清楚孩子到底是怎么变成这样了 当孙严丽找到孩子的生父 索要这么多年的抚养费时 父亲王勇军却一口咬定 抚养费给了 而且他还怀疑 孩子是常年受的母亲的虐待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这些年他就生父 遇到一些什么吉日了 他这一年也就除外打工 好些年都回来 听不听说捡孩子钱人呢 也看不着的 我是个亲戚 都多年见不着的 他也不回来 我们也不通话 听不听说抚养费的这个事儿 也听说了 听说反正他这些年也不回来耶 说话的是王勇军的亲姐姐 孙新月的亲姑姑 她和小新月住在一个村子里 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 从打兄弟和孙严丽离婚 这个当姐姐的 几乎没有见到过兄弟 来过孙严丽家 更别提给抚养费的事儿 只是在两年前 王勇军的妹妹看小新月病得可怜 送来两千块钱 让孙严丽给孩子去看看病 就算这钱是王勇军给孩子的抚养费 那也照当年法院判决的 每年六百块钱的抚养费 相差甚远 究竟是谁在说谎 第二天一大早 孙严丽和父亲前往 离家二十里地外的华兴村 王勇军就住在那里 孩子原来随父亲的姓叫王月 离婚后 孙严丽给孩子改名叫孙新月 希望自己和孩子有个新的开始 离婚十一年来 孙严丽几乎没有回来 走进那个曾经托付终身的家 孙严丽心里边很矛盾 母亲孙严丽每天卖菜能赚到二三十块钱 他就用这些钱给女儿买水果罐头 买营养品 在他看来 即便女儿得的是什么病不能确诊 也一直都治不好 但是他想让女儿吃点好的 五元钱一瓶的罐头 孙新月几口就吃光了 这个时候 他的心情也会好一些 这不是小孩儿告诉小孩儿吗 那谁告诉谁啊 你认识一下 这儿还是挺好玩的 行那儿还给小孩儿呀 这儿还给小孩儿呀 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那小孩儿子 你别吵什么 那这谁认识一下 那还有我有个认识 长好看了呢 认识一下 我们看着你哥这吧 你看着你哥 现在孩子连自己都给您 都跟以前没得病钱 找了手瓶 但是他十几岁那年找的 孩子和家前不吃骨碎 啥也不吃 因为要是他们来求那天 我家哥人家有鸡 反正老子那孩子要走 孩子回不回来 啥也回来 反正老子给孩子杀个鸡 吃那一个鸡 吃两大腿那天就走 那一次进城治病 是三年来最见效的一次 一家人看到了些许希望 但是从医院回到家 却不像治疗的时候 那么管用了 虽然谁也不知道 停了药之后 小新月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是如今这孩子是见什么吃什么 不仅家里负担不起 而且看孩子这么发展下去 家里人都怕他更加严重 如今小新月已经长得又高又壮 一旦再犯病 一家人都很难将他控制住 更别提把他绑起来 从孙燕丽的泪水里我们能够感觉到 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万般无奈之下 他突然开口说起了孩子父亲的事情 原来在新月刚满三岁的时候 孙燕丽就带着孩子和丈夫离了婚 孙燕丽说是因为丈夫经常对自己施暴才离开那个家的 离婚的时候自己除了女儿 什么也没有得到 法院的调解书当中清楚的写着 新月的父亲王永军每年要付六百块钱的抚养费 但是孙燕丽却一直没有收到 如今孙燕丽虽然已经改嫁 但是现在的丈夫他的条件并不好 没有房子还常年在外打工 所以孙燕丽一直带着孩子跟父母挤在这间泥草房里 前些年孩子没病的时候 孙燕丽并没有在意抚养费的事情 如今娘俩的生活是举步维艰 她决定得去找找前夫 给孩子要回那些生活费 那孙燕丽说的这一切会是真的吗 生父遇到一些什么子 她的眼也就除外打工 好些年不过 听不听说这孩子钱人 说话的是王勇军的亲姐姐 孙新月的亲姑姑 她和小新月住在一个村子里 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 从打兄弟和孙燕丽离婚 这个当姐姐的几乎没有见到过兄弟来过孙燕丽家 更别提给抚养费的事 只是在两年前 王勇军的妹妹看小新月病得可怜 送来两千块钱 让孙燕丽给孩子去看看病 就算这钱是王勇军给孩子的抚养费 那也照当年法院判决的每年六百块钱的抚养费相差甚远 究竟是谁在说谎呢 第二天一大早 孙燕丽和父亲前往离家二十里地外的华兴村 王勇军就住在那里 孩子原来随父亲的姓叫王月 离婚后 孙燕丽给孩子改名叫孙新月 希望自己和孩子有个新的开始 离婚十一年来 孙燕丽几乎没有回来 走进那个曾经托付终身的家 孙燕丽心里边很矛盾啊 外人都愁呢 可怜你今天愁呢 可怜不可怜吗 咋还给人家精神病 咋的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咋的 你还不知道咋的 我不知道咋的 我要真咋的 我也能管 我不知道咋的咋的 咋的见面 你要这么说咋的 我不知道咋的 我这孽代是咋的 这言识你是告诉我是咋心里 咋的心谈真事 咋的见面我不知道 我是告诉你 我走前还伤到哪儿 苏联前还没 孩子还没 双方争执了很久 但是关于抚养费 是否给了孩子 谁也拿不出证据证明 渐渐的 孙燕丽仿佛纠缠不起了 其实这么多年来 在她心里 她也没有指望过前夫 会付清抚养费 这一次来找王勇军 她只是想把自己的土地 要回来 毕竟作为农民 只要有地 就还有希望 孙燕丽说自己的土地 最终双方都主张找来村书记 说一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王勇军执意不提供父母的死亡证明 难道说她父母的地 当年真的转给了孙燕丽吗 王勇军为了隐瞒事实 霸占土地 而不提供父母的死亡证明吗 我说就是刚才那个问向老快去 老快说的意思 调地条吧 是散一份调的 完了就是问一下你 他说你妈应该是在4月2号去世的 反正跟你爸差七天 差七天差七天没几天 现在就这么个概念 那我定的呢 那这么算是说 问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当时他爸他妈定 你活着没给抽 没抽 我确实是绿图一 那我一定应该 他就说你的理由没有 这怎么做 随后孙燕丽拿出了一份证明 证明上清楚地写道 我村村民王勇军的妻子孙燕丽 孩子孙新月 王勇军于1997年和孙燕丽结婚 我村于1998年年末调整土地 当时我村已给孙燕丽及孩子调整土地 每人约调整土地八亩 情况属实 特此证明 开局证明的时间是2009年11月23号 证明上赫然盖有 木兰县 木兰镇 华兴村村民委员会的印章 既然有这份证明 就说明孙燕丽当年分道的土地 而1998年孙燕丽还没有和王勇军离婚 按理说孙燕丽的弟就应该在王勇军这里 我现在王勇军这些年嘛 这些年嘛 这些年我没抄他们 这些年我没抄他们 你没来找他 现在还有病 我三十年不变 我领海往后海 我俩伤害伤害伤害去 我这条地就我和我妹弟 就全都挑起 这挑起来 挑三个地 我爹挑起来 我妈挑起来 我爷挑起来 这是因为你看你的户口 这他们三个人都不在了 都不在了 因为他们就是在的时候 这就分着地了 我爷子在死去八年 那你既然你能承这些道理 我能承这些道理 那你就把那地给他们家拿点吧 我就不给 我给钱 那我地我干就啥了 我就不给 抽一都没有 抽一是这团的人 谁生涵都给你 但是他骑走户口了 没给这分着地 他给哪儿 你真的说这话 你真的是爽不赖 我没跑不赖 那还有一事你呢 我刚才的给你 你给哪别人 你不给你亲生公铁的 我给我胡了 路不经碰的女的 带那么一个 那他结婚了呢 带什么还 又结婚又生儿子 又结婚了 他也是没有地 你这一个男人 我没有着 那他没分着地 我有啥办法 那就是从你们原来的 这种情分上 没什么情分 我跟谁没什么情分 要是没分着 分着我可以给 我不想拿情分 此时 小新月的父亲王永军 矢口否认了一切 甚至和有着血脉关系的女儿 也毫无情分可言 那个王永军 那现在王永军不给他 我起诉了 那你有开个证明吗 那如果现在村生整不了的话 我跟你说一声 我拿这个证明 我起诉了 我现在不管是起诉王永军 那我现在有这个证明 我现在不管是起诉王永军 我连村人都是起诉 小新月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呢 会不会是曾经确诊的精神分裂症 但是长期的治疗 为什么没有好转的迹象 这一切把孙家老少折腾得是筋疲力尽 母亲孙艳丽几乎放弃了 对小新月的治疗 这种放弃不仅仅是对多年来 无法确诊的症状 更是面对这种生活的一种妥协 在他看来 即便小新月的病能够确诊 有治愈的希望 而这样的一个生活 都难以维持的家庭 又该怎么去治疗呢